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李静报道 中共武统学者要造反 暗逢党魁是亡党之君 近日 中共武统学者李毅公开妄议中央 对于当局的对台政策表达不满 并罕见说出亡党 王军 王国的惊人言论 声称如果习近平提出的四个自信全没有了 你执政党的合法性就当然无存了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Soflake近日报道 美国已启动与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 其中包括部署美国陆军特种部队 在台湾参与持续进行的训练行动 是双方军事关系的里程碑 3月14日 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在立法院 接受媒体采访表示 国军与友好团队或国家多做交流 藉由互相观摩 进一步学习长处改进问题 对于当前的台海局势 不少中共左派学者 对当局的对台政策颇有微词 尽管中共武统学者李毅声称他现在大陆 但其竟然妄议中央 对于当局的对台政策表达不满 罕见说出王党 王军 王国的惊人言论 14日 李毅在YouTube个人频道节目中 就两岸局势发表评论 他首先承认蔡英文取得大获全胜的政绩 以及赖清德和萧美琴的个人能力 随后 李毅称 我们大陆居然还有人希望赖 销回到九二共识 谁在说这个话呢 你脑子缺根弦呀 还是喝酒喝糊涂呀 比如说我们某办发言人故意装傻说 赖清德你回到九二共识吧 这简直就是黑色幽默 去年11月 中共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在新闻发布会上 针对赖清德有关言论 就曾呼吁赖 萧接受中共提出的九二共识政策 李毅在视频中认为 美国台湾和两岸关系 向哪个方向发展 不是以大陆写报告的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是大陆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 他提到 我们原来说美军要敢踏入台湾 我们就要打 结果现在美国已经在台湾驻军了 还有金门撞船 谈了15次 人家台湾越谈越强硬 还有台湾那边说了 只要大陆飞行器 舰船已经越界 下级士官不用向上寝室 直接开火 李毅似乎越说胆子越大 他说 三月份的政府工作报告 去掉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 这次去掉不会再恢复了 为什么 你在这个情况下 你在赖清德有进无退 你在美军都入台的情况下 你还要说和平同一国两制 那你不就亡党亡军亡国吗 你四个自信全然没有了 你执政党 你军队 你政府 你国家的合法性 就荡然无存了 网友跟帖 这货的智商比胡锡进低太多了 同样是天 他说的这些玩意 以后都是给自己挖坟 我懂了 你想让两岸人厮杀 你比台独还邪恶 虽然大话不断 但是说中共是非法政府 说到点上了 全民都这么认为的时候 共匪就敲辫子 大左这是在挑战皇帝的节奏 这一点我支持大左推翻龙椅 就在去年 李懿也曾发表极端言论 称台湾问题在拖下去 这是中国中共政府的耻辱 而且稍稍有风吹草动 严重撼动大陆执政党 和大陆政府的合法性 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你还执什么证 换人算了 换党算了 换朝代算了 去年7月 李懿在节目中还声称三天拿下台湾 并称中国有九千万共产党员 七千万共青团员 如果打全面核战争 中国十四亿人死一半 还有七亿 李懿还建议 副省军级以上在职干部 每家要出一个壮丁 有儿子 儿子上 没有儿子 女婿上 没有儿子 女婿 侄子上 外申上 当时也有网民跟帖 这是把包子往绝路上逼 仔细一听 好像是在激励习总加速啊 李懿高级黑了 中共若敢打台湾 发动战争之日 便是其下台之时 台湾不是问题 中共才是问题 他在这拱火 让共产党不打台湾下不了台 但打了和美国起冲突了 更会加速灭亡 据李懿在其社交媒体平台上介绍 他是1961年出生 祖籍湖南郕州 1977年大陆恢复高考后 他考入西安外国语大学 毕业后 先后在陕西省委统战部干部处 陕西省政协办公厅秘书处工作 之后转到西安政法大学任讲师 1994年到美国留学 回国后 先后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员 福州大学对台研所所长 2019年4月 鼓吹武统台湾的李懿第四度进入台湾后 被台湾政府驱逐出境 目前 李懿居住在中国大陆 据其此前发布的视频显示 他正在参与中共对台统战的工作 有百草之王美誉的人生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力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视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力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力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保健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力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力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力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灶带 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灶带的 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